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 曾几何时,都更这件利益良善的事情 变成建商跟地主之间的对立 你只要去网路上面搜寻都更 很多网友就会讨论说 怎么样跟建商叠对叠 怎么样辨识建商的话术 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到底建商的嘴是不是骗人的鬼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实际操作 多宗都更案的业者来到节目中 来帮大家解惑 欢迎新联建设专业经理人肖杰凯 各位地产詹哥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K肖杰凯 那我们今天会网罗 网路上民众最常讨论的 五个关于都更的问题 那你应该会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吧 等一下网友会说 他就是建商,他一定帮建商说话 对,可是我们是佛系建商 所以会为地主着想 是啊,就是什么事都讲得很清楚 公平公正公开这样子 好,保证喔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来网友的提问 第一题就是建商常主动来问都更的意愿 我要怎么谈 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第一件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条件要多好多棒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合作的这个对象 就像找男女朋友一样 你找男朋友会很挑嘛 对不对 挑各种的条件 那相对的我们这个都更来说 旁地产可以说是每个人必生中 你去买房子是消费额最高的一件事情 那你家要让一家公司拆掉去做都更 那你选择的这个对象 是选对上天堂 选错不是住套房 是连房子都不见了 所以可能会变成烂尾楼 所以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边我大概会分成大中小跟不建议的 所以第一点就是先挑建商 对,其实建商是合作对象 那建商的口碑它的业绩品质等等都很重要 那你如果挑到不好的建商 甚至这个房子从此都永远都盖不起来 也有可能 那首先首选的一定就是大型建商 这大家都想要合作啊 对,像大型建商简单讲就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其实就是财务健全 那历史悠久 可以举例嘛 就像国泰建设 润泰建设 藏红蒲原新论 那等等的 那上市公司的好处 第一个重点 也是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不会倒 因为其实资金啊 从股票资金的筹资等等的 基本上上市公司的财务是比较健康的 那相对的 上市公司在挑土地的时候 也非常挑 它会选择好地段 好的规模 好的生活机能 捷运站可能要300公尺以内 所以你在挑建商的时候 建商也在挑基地 所以上市公司它会选择 对它来说是比较好的案子 去做开发 那第二种算是中型建商 那其实在北部来说 像新北市啊 台北市这些一环的城市 永和板桥三重都有非常多的在地建商 那这种在地建商它是属于生根型的 它会在区域盖很多的案子 那在地人可能会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可是走 假设三重 可是走出三重 我们台北市好像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对 常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 三重人一讲 宝石建设 非常的熟悉 对 那像永和就是汉皇 就非常的知名 那这些中型建商的特色就是说 它是固定推案 它也许不会一次全国性的推案 那它就是每年非常稳定的推两到三个案子 那基本上呢 大概都是成立十年二十年以上 那资本额最好是选一亿元以上的资本额 才不会发生那个像北投 有一个案子就是小孩玩大车 就是公司资本额少少的 可是你却去玩一个总销 大概有到十五亿的案子 后来烂尾了嘛 对 后来那个案子 薄三言 就烂尾了 直接把案子 对 没有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秘密 新闻查一查就知道 对 只要打烂尾了 跑很多案子出来 是是是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中小型的建商 在疫情过后啊 现在是营造的成本 还有营造的工人非常的缺 所以 自由营造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台北市很多围绕基地 他申请了围绕奖励 那建造也下来了 结果拆完房子之后空在那里 找不到工吧 对 营造发不了包了 所以 因为现在营造很缺工缺料缺人 那营造厂的单价都很高 所以超出他的预算成本 他自己没有营造厂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工程发出去 OK好 刚刚除了就是 挑选建商之外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哪一些条件 现在要讲的部分就是 尽量避免这一些建商 传说中的就是一案建商 一案建商他会有一些足迹 我跟大家报告就是 第一个他可能会写一些业绩 可是这个业绩他会说他是投资者 比如说他在永和盖一个案子 或在三重盖一个案子 上面也看不到他的名字 可是他会说 因为我是股东 我投资 可是起造人一定不是这一个公司 因为一个案子的核心 就是起造人是哪一家公司 第一个就是声称他有投资个案的经验 股东经验 然后第二个就是业绩造假 不是他盖的 他说是他做的案子 那实际上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个叫做建筑工程履历 你只要输入这间建设 XX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那在建筑工程履历上面 他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建造有几件 完工数有几件 那如果是一案公司查上去什么都看不到 那就是要特别的小心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建商的挑选之外 接下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什么 大家在找建商 第一个就是找对人 对 那第二个找到人之后呢 我们跟他怎么合作 就评估我家的价值 对对对 那这边也有一个小工具介绍给大家 就是都根面积计算机 网路上搜寻都根面积计算机 你只要Google 这个家传股法 就是打开Google 输入都根面积计算机 那里面要输入什么资料 第一个就是你的土地面积 不是建物的面积 如果你家是公寓 你的土地就会有四个人持分 假设你家是30坪的公寓 那简单讲30坪除以4 那就是土地持分 那输入你的土地有几坪 假设是7坪或8坪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输入你家的容积率 容积率其实台北市一般的住宅区 就是225 或是住3之一是300 那再来就是输入你的奖励的方式 等一下容积率的部分 我可以去哪里查吗 如果一般民众真的母沙沙的话 母沙沙 其实你就打台北市建筑容积率 它就会出现一个表格 表格上面就有住宅住1住2住3住4 所以就是先看我家的土地使用分区 然后再去对照 那看完了基础的容积 我们就要去看奖励 你可以拿多少的奖励 那奖励其实现在大概是分成 围绕跟都更 那你的基地面积 大概要1000平方公尺以上 才可以做都更 那都更奖励就可以做到1.5倍 那围绕的部分就是1.4倍 那围绕如果是在100坪以下会递减 就是它有一些退缩的奖励你是拿不到的 那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输入你家周遭的行情价 这个行情价我们是以新房子为基准 不是中古屋的行情价 因为这个是未来它建筑完成之后的价值 1234输入完之后呢 这个小工具它就会给你一个比例 就是你跟建商合建的比例 假设是64 我们这边设定一个情境 就是假设你家的土地有8坪 住宅区 那走都更的奖励 那分回来的部分大概 房价如果设定在100万到120万 那都更的比例大概会是在58到60 就是地主分回去58到60% 接下来大家会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间房子 那我应该是走都更比较好呢 还是围老比较好 都更跟围老基本上呢 就是自己住家 你就走到你家一楼 然后左顾右盼一下 去看一下说 我这个邻居它的房子 它的老旧程度 它假设都是跟你一样的老旧房子 那加起来有300坪 那我们就可以走都更 那假设它没有300坪 你家旁边刚好有一栋刚盖好的大楼 那它刚盖好 它势必不会参加 跟你一起改建 所以你就势必只能做围老的方式 那当然围老的好处就是快 一栋就可以盖 那台北市很多小基地啊 像和平东路 有那种一柱晴天 那个就是商业区 那只有一栋 基地30坪 可是它拉到17、8层 就是商业区的容积率 那加上围老的奖励 它一栋也可以盖 可是相对的 它盖出来的结构安全 就会看起来比较可怕 对 很像一根竹竿这样子 就同一比例的部分 是不是都更跟围老也有差别 围老的部分有一个难度就是 它要100% 那常常形成就是 假设我有四户的公寓 其实楼上的住户 大部分同意的速度都很快 因为毕竟老公寓要爬楼梯嘛 那你住四楼的人 年纪大了 爬楼梯都比较辛苦 那常常整合到最后 都是剩下一楼的店面 那因为要100%的关系 相对的一楼最后一户 它就会变成狮子王 狮子大开口 就是楼上可能是六四 他可能会说 我七三才要签 那围老有时候不得已 因为楼上的住户都签完了 你剩下最后一户 那很多建设公司就是 你开什么我就吃什么 为了成就这个案子 因为他是缺一不可 所以围老的缺点就是 最后一个住户 他的条件是予取予求 一般民众比较大的 忧虑会是在于说 核建契约里面会不会有陷阱 陷阱的话 当然每个行业的 里面的成分 那你听过最扯的陷阱是什么 比较扯的陷阱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跟你说 你可以分40平的房子 加一个车位 那一般民众会觉得 我分到的是一间40平的房子 对 外加一个车位 一个10平的车位 可是盖好之后发现 我的是30平的房子 加一个车位 因为车位其实它是有产权的 车位的面积如果是平面车位 它是大概有10平的尺分 所以30平加10平就是40平 对 所以你的解读方式 跟想欺骗你的人的解读方式 在合约上的写法就会不一样 其实两方的说法都没有错 只是解读的方式不一样 解读方式不同 认知不同 我们要怎么要避免 现在所有的合约上的文字 简单讲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合约的时候 一定会给地主一个省月期 大概是多久 大概会有一个月 蛮长的 对 因为我们会希望地主 拿到我们的合约之后 他可以去请教专家 那专家其实就是律师 或是同业的朋友 那律师他可以针对 这个合约里面去审月说 到底有没有包含了一些 什么陷阱在里面 那就像刚提到那个状况 还有一个常见的一个就是 合约的条件 假设我跟你说 我们的比例是六四 那六四呢 他包含了很多项目 像基础容积 我给你六四 那第二个奖励容积 可能不是六四 那再来现在台北市有防灾奖励 可能不是六四 所以有时候 一二三加起来可能会变成 五五四五 会颠倒过来 对 因为前面给你六四 后面可能跟你算五十五十 所以整个一二三加起来 整个案子可能会变成五五四五 所以比较好是要分项都写清楚吗 每个项目都要写清楚 就是从基础容积 都跟奖励 防灾奖励 就是每个单项 我们把它都分开写 那比例都把它定义清楚 写得越清楚 地主将来的纠纷就会越少了 所以你建议消费者 就是在这个合约审约期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多去请教 甚至找律师来帮你解读你的契约 是对自己最有保障的 对 那接下来就是想要了解说 民众也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权力变换跟协议和见 哪一个对地主是最有利的 那地主这时候应该怎么选 协议和见就是我们双方谈一个比例 这个叫做协议和见 市场上常听到什么 五五分 六四分 那这个就是协议和见 有比例的就是协议和见 以前那个老人家都说 抗我签啦 抗我签 越多签 条件越好 最后一个签 条件最好 刚有提到嘛 像围老的话的确是这样子 因为围老要百分之百 你这样一讲会不会以后 他围老全部都说我要当最后一个 对 那可是现在毕竟做围老的 建商越来越少 因为明年就落日了 对 所以他的奖励逐渐拿不到 那拿不到住户分到的也少 所以相对百分之百是个问题啦 这个事情就是在推这个围老之前 不知道会发生这个状态 那刚刚讲的是协议和见 权力变换的部分有什么不一样呢 权力变换的部分等于是建设公司它的成本 那所谓的成本它有非常多成本 我们从最早开始看 这一栋房子要送都更的计划 我要找都更公司嘛 对 都更公司要不要收钱 要 对 再来就是你选房子的时候 要找估价师嘛 估价师也要收钱 那再来就是你设计这一栋房子 你要找建筑师嘛 钱 钱 钱 都是钱 每个关卡都要钱 对 那这一些费用到你把房子拆掉 拆房子也要钱 盖房子盖起来盖房子的成本 那这所有的成本加总之后呢 形成一个总成本 这个基地可以盖的总数量的房子 扣掉这些成本 剩下的就是地主的 所以这是权力变换 协议和见的好处就是风险是建设公司的 你分到的房子车位是固定的 因为我们双方的比例已经谈好了 那再来第五个问题是民众常常 其实这个是最常会发问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民众讲到独更最喜欢讲的就是 一瓶换一瓶这件事情 大家会问说为什么一瓶换一瓶 在最近是越来越难了 然后再来也会你刚刚讲到就是 比如说顶楼夹盖啊 或是地下室啊或是一楼啊 到底该怎么样去计算 会是最公平的 其实一瓶换一瓶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你的土地 它的产值有多高 我们可以上网去查使用分区 打入你家的地址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地图 那上面会有很多的色块 绿色的话就是公园学校 蓝色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些工业区 以我们的市区来说 大概主要会有两种颜色 第一个部分就是假设 你查到你家是红色的部分 哇那恭喜你 中头奖 这是最好的 对 因为红色是最好的 红色的部分代表它是商业区 那商业区的容积就非常的高 基础容积非常高啦 基础容积加上奖励 那当然会高上加高 那商业区像商一的部分 它有三百六 商二甚至六百三 那西门町的部分 我们看到西门町很多都是商四 商四的容积高达八百 再来就是黄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代表就是住宅区 住宅区的容积像住三是二二五 住四的部分是三百 那你看你光二二五跟刚刚的六百八百 比差了四倍 每一瓶你可以盖的面积差了四倍 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说 你先确定你家是什么分区 它的土地的强度有多少 那再来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看到红色不要高兴的太快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使用分区叫做商三特 它是商三喔 有的人看到商三就高潮了 想说发了 我家容积可能有六百 那这种通常可以分到一瓶不止一瓶 超过 可是商三特的部分 虽然它是红色的 可是它的容积只有二二五 为什么 所谓的商三特 它就是你可以做商业的使用 可是你的建筑容积率只有两百二十五 所以看清楚 你是商三还是商三特 有特的话不是特别好 就是 特别没有用 可能会稍微比较差一点这样子 那你可以简单帮大家讲一下 通常是哪一种状况以上 就是比较有可能可以拿得到一瓶换一瓶 一瓶换一瓶 它大概会有五个指标 那第一个商业区当然就没有问题 甚至它是超过一瓶的 可以多分 那第二个就是你家面前的马路 它的宽度 它有到十米 二十米 三十米 越大越好 它要比方说我家是两面零路好了 它要两条路都是吗 不用 主要道路就好 假设你是在中校东路 那你家是边间旁边有巷子 那我们的主要认定的道路 就是认定大条的那一条 那第三个 你家这个区域 它的单价大概在100到120万的区间 就有机会 因为建商分回的面积少 可是它可以从它销售的单价 去把这个价值弥补回来 那相对的地主就有机会去分回一瓶换一瓶 所以这个价格是要看新屋成交价 新屋 对 就是你去查乐居 乐居在你家周围的新建案 它的房价单价是多少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 看看你家的天花板有没有薄落 去把它敲落 不用敲 就是像那个天花板有在掉东西的 要自己掉的才行 要自己掉的 看到钢筋的 这个也是中头奖 这算中二奖 因为它可以拿到海沙的奖励 那刚刚讲的都根的奖励是做到1.5倍 那海沙的奖励可以做到2倍 所以其实有海沙的房子 现在在市场上中古屋非常抢手 就是有一些专门它来买海沙的房子 那它有都根的题材 所以相对它卖的中古屋 它就是卖海沙的价值 那最后第五点的部分就是 今年的五月份 像台北市 蒋市长他有推一个防灾的奖励 那基本上 他这一个防灾奖励 他就是要去弥补 225的这些四层楼公寓 因为四层楼公寓 它的容积率225 它是绝对分不回去的 因为它基础容积率太低 加上都根的奖励1.5倍 现在五月后加了30%的奖励 所以如果你是四层楼的公寓 单价在100万 加上都根还有这个30%的奖励 就可以分得回去 那这个有规定期限吗 目前没有规定期限 不过政治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敏感一点 换一个市场就可能就没有 没有错 就是前朝的法令 有可能后朝就不会延续 所以我们尽量是在 它任期内去推动 去送件 那才可以保住这个30%的奖励 你可以再讲一下吗 因为这个可能民众听了 会觉得有兴趣 就是如果我家是四层楼公寓 那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 因为有了这个防灾奖励 我可能可以真的达到一瓶换一瓶 好 那其实防灾奖励也不是平白无故去拿的啦 那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你要是1000平方公尺 这样大概是300多平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结构测量出来 它有一个ID值 那这个部分它是由结构机师去做一个认定 那我们自己去找吗还是 这个部分一般都是建设公司去找 建设公司找的话过的几率就比较高 有一些手段 就是他们 你真的好老实 他们的方案就是会比较让这个案子 简单讲这个案子防灾的奖励 它是一个奖励 那它去奖励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响应读根 所以相对的它的困难的门槛就不会设的那么高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假设你家是民国63年之前的房子 不用测直接保送 所以是超过50年 对 63年前新建完毕的房子 就是不用测这个你的ID值 你建筑物的强度 就直接核准 所以其实台北市它 很多 非常多 台北市它在30年以上的老屋占了70%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为了推动独根 去推这个政策 好刚刚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顶楼加盖啊地下室啊一楼 到底这些人应该怎么样计算 才是建商会满意你个人也会满意的 当然地主要满意很难啊 很难 对 因为顶楼加盖它 第一个重点它没有土地的尺分 对 它使用的这一个顶楼的部分 其实是算是一个共有的物品 就是这一栋公寓大家的共有的一个天台 那你自己把它加盖之后 可以归于你自己施用嘛 虽然现在的拆除的法令没有强拆啦 可是我们在走都根程序的时候 要看的重点其实是土地的产权 那顶楼第一个没有产权 所以建商在跟顶楼住户谈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补贴它造价的方式 就是可能你的建筑面积有几平 那我去补你这个工程造价这样子 那地下室的部分就是有的案子会有土地尺分 那有的没有 所以就是要看个案去判断 好那一楼咧 一楼一楼就是 因人而已 没有 我常常遇到就是一楼跟他说 当初楼上一斤五十万 我那时候楼下买一百万了 所以楼上一瓶换一瓶 他一楼要一瓶换两瓶 他说因为我买的成本比楼上贵一倍 所以我分回来要比楼上多一倍 那一定做不到嘛 因为能盖的面粉就那么多 那他如果要分楼上的两倍 这个案子只能破局 那你认为最公平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现在都跟程序有一个很棒的模式 就是估价师 估价师他会针对 第一个就是你的地段 还有你这一间房子的位置 那估价师呢 其实他不是建设公司指定 他在都跟程序中 他是用抽签的 他是把我们合法的估价师工会里面 他很像一个求辞 那每个案子他去抽三家估价师 抽出来这三家估价师 分别针对这个案子去做估价 那他不是取平均值 他是取最高值 那其实蛮好的啊 对 所以取最高值对民众来说 就是三个人去评分你的房子 我们用最高的去当成这个案子的标准 那他可能就会评出来说 楼上的单价是80万 一楼的单价是大概100万 那这个就有比例了 大概是1.2或是1.3 那当然这个就是跟你很多条件有相关 就是有没有零路店面 或者是一楼的是住家 那有没有违章 有没有地下室 还有你周遭的生活的商业机能 这样子去做评分的标准 所以现在已经很少让地主自己去坐地喊价 这样子的行为了 对不对 他可以喊啊 可是喊 你要不要接受 对 喊价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喊 不过任何的事情 他都是有行情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行情都是透明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 讨论到的网友最常问的五大问题 其实听起来没有那么难 其实真的不难 对 反正总结到底就是 你就直接问建商 或者你也可以多问几家 如果你真的对来找你的建商 有这些疑虑的话 你也可以多找几家问问看 今天JK告诉大家很多 关于都庚里面的妹妹嘎嘎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满满的干货 谢谢 拜拜